當在六個月以前 我知道從巡城監獄放出那三個人的時候 當我在五個月以前 知道有兩個人到加拿大的時候 我就非常清楚 共產黨的藍金王計劃 BGY 和3F計劃的 創造者和執行者 已經全面的開始在美國 在世界開始了全面計劃的第二層次 這幾個人 所執行的計劃 和這幾個關鍵的人 也是孟建柱 和孫立軍 以及上海幫 很多實力派被逮捕的根本原因 也是王岐山被軟禁的根本原因 也是王岐山、董洪 一系列的人被抓的原因 就是這些人 將這幾個人全部抓去巡城監獄 這些人放了出來 因為習近平需要他 共產黨需要他 他們是藍金王3F方案的創造者 制定者 執行者 但凡有一些對中共了解常識的人 你們都要知道 共產黨的間諜網 是跟人不跟系統的 間諜網 他只跟著那個人 他不跟你什麼安全部 總參議部 不跟你 這個人沒有了 這個鏈就斷了 這個就是共產黨最厲害的地方 亦是他的體制 最穩定到70年 未被打破其中的一個原因 軍隊情報線是一對一 只跟人不跟組織 所以這些人被當時的所謂的幫助 反腐運動的全部被抓起來 這次放出來 就說明 絕對需要他們 這樣這些人 就是文貴當初知道 潘戴拉俠子 同3F方案 藍金王方案 根本的來源 如果你們今天看到了美國 今天大選當中 請大家你們看一看 這個具體的細節 攝像頭壞了 硬盤壞了 半夜停止了選票 軟件被串改了 軟件是中國制的 而且現場的人員 所有採取的手段 你去看一看 哪裏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影子 哪裏沒有共產黨情報系統的影子 具體的執行者 操縱者 都是共產黨的人 講實話 過去的六七個月 我最擔心的是 這些人再被抓起來 我最擔心這些人 不再執行這個計劃 只要這些人執行計劃 美國的大選 就會荒唐 滑稽的結果結束 你看美國的兩個副總統 都幾年輕 都不是省油的燈 你再看看大選的整個系統 你再看看美國最早 Lancy Pelosi 拜登 不管怎樣選 我都是贏 共和黨內部的分裂 包括整個全世界看到的 西方 特別是美國所謂的主流媒體 紐約時報 CNN 最後的Fox 還有紐約Post 華爾街日報 你見過全世界媒體什麼時候 好像過去這二十幾天 一面倒的廣大話 齊齊齊地向共產黨看齊 我們要去看 除了 發生的 我們要去看 在哪個都要 來自動人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